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当地时间的15号称 美国西海岸的山火正在不断地将大量的一氧化碳气体送入地球大气层中 在灾区上空的大气层中 一氧化碳的浓度已经升至正常值的7倍 航天局当天发布动态图 展示了从9月6号到14号 卫星探测数据得到的一氧化碳浓度的变化 根据航空局的注视 红色和橙色代表着该区域大气层中一氧化碳浓度极高 黄色绿色则代表浓度正常 NASA解释说 由于距离遥远 大气层中的一氧化碳浓度的变化 几乎不会影响人们呼吸的空气质量